歌词将音乐换声 听歌的时候 很多事触动心灵 引起共鸣的 往往就是那几句 入心入肺的歌词 歌词的世界其实很大 始终密 始终有密 主人提及万片分手无数的动作 欢迎大家收听阿宝主持的第169集 始终密 早前无线就做了2021年的香港小姐 今年的港姐其实都不算是很多人关心 但是焦点就落在曾志慧找来的张学友 和Jeannie去做这个表演嘉宾 即使大陆赚了很多钱请她去做一些比赛 或者一些节目 她都不多缘上去 一般上去都是为了一些慈善性质的活动 现在她基本上就是自己想 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结果避免曾志慧 所以就做这个港姐嘉宾 而且没什么酬劳那只 而出来的反应很有趣 就是挺两极的 一方面就说她表现非常出色 就是唱到化景的地步 另一边的声音就说 她的兰花手已经去到走火入魔的地步 又说她唱歌已经自我陶醉到 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好听 我本来没什么留意的 但是我就去听一下 听完之后有个感慨就是 现在的hater真是很多 往往都是立场行先 老实说她的表演 未算是无懈可激 但是挥洒自如的成熟唱功 反而有一种经过岁月力练 洗礼的感觉 再加上成三十多人 去为她伴奏 也有Genie和她合唱 整件事我觉得都相当用心有诚意去做 这十多分钟的演出都相当令人享受 无论大家喜欢还是不喜欢她的演出都好 她当晚的确是抢尽风头 亦都trigger了我 今次想说一说她的歌 跟她合作过的填词人就多不勝数 之前说过的包括有林振强、周礼谋、刘卓、刘卓、三位 跟她合作过的填词人 今天要说的这位就是浪子词人潘元良 尤其是张学友初出道的时候 潘元良写的歌可以为她带来巨大的成功 虽然论影响力 林振强对张学友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 但潘元良也不惹小 为了张学友填过28首歌 尤其是张学友初期的时候 在张学友推出1985年第一支唱片的时候 没人想过唱片推出之后会大热 出乎了保励金唱片公司 和张学友本人的医疗 当时她甚至不是一个全职的职业歌手 第一支唱片已经红了几首成名作 包括《轻辅你的脸》 《Smile Again 玛丽亚》 以及由潘元良填词的这首经典代表作 兼成名作《程耳世》 这首《程耳世》也成为了学友第一首冠军歌 歌曲来自保励金在日本公司 也是张学友的同门师兄 日本歌手来生孝夫的《Goodbye Day》 潘元良改歌词由劳东来編曲 第一句 其实就已经很catchy了 而副歌三个字《程耳世》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很多人憑着这首歌就觉得 《张学有声》原来很漂亮 一出到那种风格 就已经令大家对他寄予厚望了 好了 歌曲阿德 shows 歌曲阿德 今天的你 依仗完全陌生 就算始终不变一般的美丽 情已逝 你当初伤我心 令我悲淒 不得不放弃 有情何时已消逝 没法可从计 静已逝 你当初一大酒 便再不归 虽今天再遇你 农情仍然似水逝 从前莫再提 章学友的第一张唱片 就已经大卖了 令到保励金 决定好好栽培章学友 定位在公司中主打的新人 无论在宣传力度 还是歌曲质量方面 公司都相当重视 加上章学友自己扎实的唱功 令到第二张唱片 Amour 又再大卖 我自己当年都特意 存钱买了一盒契制带 这首唱片里面有很多经典的歌 除了点题歌Amour之外 更加出名的 包括有两首 《月半弯》和《遥远的他》 《遥远的他》 就是潘元良填词 在这首唱片里面 包办了三首歌 其中《遥远的他》 亦非常受欢迎 成为了冠军歌 这首歌不单止对张学友来说重要 对潘元良的填词生涯来说 亦是一个代表作 这首歌的歌词是少有的密集 跟近年任我行那类的船路都相似 这首歌最成功的地方就是 写了一个完整又善情的故事 好像电影一样 第一段主要是讲一对情侣分隔两地 男主角回忆这对情侣之间的爱情故事 到第二段是讲男主角收到女主角的父母的信 就知道女主角已经生血癌 就离开世界 男主角就很悲伤地继续回忆往事 张学友用充满感情的演绎 去表达出男主角的哀伤 即使当时未流行卡拉OK 我自己都经常拿来唱 少年时候的我听到这首歌 就特别觉得触动 因为当时是比较感性一些 容易投入首歌 在当时来说这种 这么有画面 像拍戏那样的填词手法 也都相当之的新穎 在这半山那天 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抹说话 望向他 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 纵使分隔相爱 不会害怕 遥遥曼你 心性有否偏差 正是让这爱 是出真与假 遥远的他 否则这风声跟我话 仿佛这风声跟我话 热情要无边 那管他灯爽变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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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怀着愿望也着是疑问 读错于金色的下午 没半点声音 他口是想吸引 心里人梦想打扰 一对寂寞的心 是隔开但也近 他口是心里人 一对寂寞的心 是隔开但也近 无论是刚才播过的情 已世遥远的他 或是一对寂寞的心 其实也有收录在 《潘元良以五精神永不完全集》 作品集里面 里面有71首潘元良的经典好歌 当中有5首半都是张学友 包括刚刚播过的这3首都是他的最爱 剩下3首当然会继续播 其中一首是现在要播的《明日世界终结时》 作曲的是台湾的周志平 当时在1992年 张学友也成为四大天王 首歌的感觉虽然相当灰暗 但其实也是一篇很忠贞的爱的宣言 尤其里面说到 流行现代的爱应该可放也可收 又应该可买也可偷 说到蒙世根痴情已经是老土的事 而偏偏这种老土的爱情观 爱到明日世界终结时 就是男主角心情的执着 人在相恋时 原是最脆弱时效 无情亦无爱 也许更有理性者 流行现代的爱 应该可放也可收 但爱上你后何以我却想痴亂一生永久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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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找不到借口 再无尽变化千至时候 只得你始终 触紧我手 再明立对错 真假当中真有 唯独有你的我 唯独有你的我 再明日世界终结时 再终找不到借口 再终找不到借口 再明日世界终结时 等你 再會暗淚 第五首本原梁放在自己的作品集中的一首最愛 就是叫做 偷閒加油站 同樣都是跟明日世界終結時 在《真情流露》那種出名的張學友唱片中 這首歌是改編自 Boyz2man的 It's so hard to say goodbye to yesterday 是一首非常R&B的作品 有趣的是這首歌分開兩部分 張學友在《真情流露》一開始 就用它混口的聲音清唱了一段 然後最後又將這首歌靜靜靜唱一次 這首歌叫做 偷閒加油站 所以整首歌的氣氛都相當輕鬆 其中歌詞中的兩個字 兜彎 是潘元良特地嘗試 用廣東口語 吳突韋地融入這首歌的歌詞中 而張學友也證明了 他唱R&B都一樣很好聽 這首歌詞中的歌詞中 你若以覺得孤單 有段視頻類奏 中文字幕製ヤン 但愿你会找到舍空间 同来歌声里偷偷走 谁人都应该找到加油站 是想想这一下唐月沙滩 离风中天空海是一样难 实在世间有去多空间 人思想可短暂 谁人都应该找到加油站 词中物 词中有物 为你写的歌 教文者不心算即行即光 主人提及万片分手无数的多 欢迎大家回到第169集的词中物第三节 继续有阿宝跟大家讲一下 潘元良和张学友两个合作 虽然对张学友来说最重要的填词人应该是林振强 但是他和潘元良也一直有合作 那种合作是由第一个唱片 在情以世开始一路呢 唱到他变天王 唱《明日世界终结词》 《偷闲加油站》等等 再去到后天王年代 97年左右 他去搞雪狼湖 追求自己向往的艺术 到千禧年后 张学友好像半退休那样 搞自己的创作音乐 潘元良一直都有作一些歌给他 在90年代的时候 潘元良每隔两三年 就会帮张学友填下歌 也有首歌 大家都可能很熟悉的 陈奕迅当年拿来比赛的《望月》 《望月》也是潘元良很喜欢的一首歌 也都是第六首有收录 在《潘元良二五精神》的作品集中的张学友歌曲 和《怎么写得你》完全不同的写法 但同样也有很震撼的画面感 第一句就是 朗在叫 雪静飘 月似镜至天上朝 只是这短短的十三个字 已经非常之有画面 配上赵曾希的編曲 整首歌有种沧涼的感觉 还有少少像过两三年后 雪狼湖这套音乐剧的引子 腦在叫 雪静飘 月刺驚旨 天上朝 路征闯 柒卶扬 任那 Pictures 单身泪笑 情细烈爱已笑 无向故高清月少 若听到我的话 元素心声好最低 在这黑暗中悠悠独焦 你应知一切的暗命 但你不作声不照料 任你我各自困扰 你会否听到呼叫 唯解此心都破晓 你会否听到呼叫 人在变受预遥 面似叹失心再笑 伤手尘未包摇 竟向天宫被折腰 情共恶也言笑 逐世纪空风月朝 世不正拆不掉 是那斗争的浪潮 在这黑暗中悠悠独焦 你应知一切的暗灵 你应知一切的暗命 但你不作声不照料 任你我各自困扰 你会否听到呼叫 唯解此心都破晓 你会否听到呼叫 啊 如果第一节是说潘元良 帮张学友出道的时候 写了一些代表作 而第二节 又帮他在晋身天皇的时代 写了几首歌 第三节就顺理成章 是说张学友在1997年的时候 搞雪狼狐音乐剧那时候 当时最主要的填词人 是陈少奇 陈少奇还帮忙搞了很多东西 是制作人之一 但在雪狼狐里面 有两首很出色很重要的歌 偏偏是找潘元良去填词的 一首就是好似望月的续集 叫做藏月 另一首就相当经典了 叫做怎么写得你 歌词配合了雪狼狐这个故事的生离死别 可以说是《惨歌》当中的极品 写得非常之贴题 即使我是没机会看雪狼狐 凭这首歌都能够感受到一些凄美的异象 潘元良不愧是四届金像奖电影歌曲奖的得奖者 红笑脸 红裙红丝巾 白纸般 坦雪还天真 一对眼 水晶般吸引 留红裙红丝巾 留红的舞步 将浮昏 忘记你 但仍然想起 越想起 更加难入尾 尽管你 尽管你 尽管的只得空气 明知得不到你 何必再要记起 一细细 一点点 笑话一记 一幅幅 一星星 有幅燃起 怎么舍得你 任由我 尽管至死 乱一生 差一舍 不可一气 只一心等一天 日月如飞 却等不到你 愿忘记 又想起你 始终密 始终有密 为你写的歌 教文者不心算即行即光 主人提及万片分手 无数跌倒 好了 来到最后一节 刚才提过 潘洋良好似挺喜欢 用寂寞来做这个主题 不知是否和他心情有关系 或者是他的感情方面 很多时都起起跌跌 即使在事业上也有他低沉 连他自己都不明白 好像过了1997或1998年左右 找他填词的就大幅减少 好像没什么词可以填 结果要去广播 做其他东西 当然啦 他对广播都相当之有兴趣 去到1999年的时候 他只是填了八只歌 和他高峰期 说的是几十只一年 真的差很远 而他这八只歌 有两只都是张学友的歌 张学友仍然有找他的填词 其中一只叫做寂寞的男人 是一首很贴地 很真实很写实的一首歌 首歌由彭尼作曲 也就是唱作歌手彭凯彤 当年的张学友是38岁 潘元良40岁 两个年纪差不多的男人 可能都面对着一些中年的抬决期 而虽然这首歌是1999年 但里面那句 回家打开一副电脑 无疑找到 无疑倾诉 无疑很好 竟然很奇迹 跟二十年后的世界比较 一点都不过时 繁忙的工作 加一包镜落过道 无聊的教制 只管把笑容制作 回家打开一副电脑 无疑找到 无疑惊素 无疑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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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不知道 从来不知道 怎么经过韩国路 从前的一套 今天只世仍照项 大红简 无疑恨好 小尾 海铁 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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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明知去多旅半 一转身会遇到 为何感到这不算最好 明明还不信天方跟地路 明明从不会后悔得不到 明明从新掌握去做 我总可以做到 为何今晚我不懂如何 告别烦恼 其实看着潘元良那些填词的数目 逐年减少其实都挺黯然的 刚才说的1999年有八首歌 有两首是张学友的 而去到2000年就只剩下四首歌 都有一首是张学友的《爱下去》 亦都是迪士尼的一套《恐龙卡通》片主题曲 好似在我之前做过的《潘元良的影视》 《金曲》里面也有播过 去到2001年就真的好少了 只剩下两首的作品 计算的话 1998年就是17首 1999年就减一半变了八首 然后四首 然后去到2001年就剩下两首 而两首当中其中一首 亦都是张学友的歌 不知是否特别有意气 可以说由出道到淡出 都有找潘元良寫歌 这首歌叫做《地下情》 亦都可以说是他们最后一次的合作 再一次是由彭凯彤作曲 这首歌并不算是出名 但是呢 我就觉得学友唱得很有韻味 而且跟潘元良当年写给阿Lam的一首经典作品 《最爱是谁》的题材 是很互相呼应的 自己最爱的女人 偏偏就不是躺在身边的那个 唱得很轻驚 但是心情又很沉重 到过了浪漫片段 回到了平凡家园 无奈地从头打算 尽了责任你身边 却想他再见 一面心事一转难复远 日以继夜 学冷静 何以却仍然失眠 其实怨从来不变 但你永远将他半了解到我 每一面感心依靠我身边 又在抱紧这段缘 不想失去那一边 为盼望他跟你终 不如见 真正爱情 只差一线 非自愿欺骗 不如说穿 小心打算 总会有幻转 当错诛诛 解释只怕 相爱极深远 给你开心 给他混乱 不能言 是这地下证 我会想说 你 trop欺骗 我不想再乱 心装 是这地下证 你么我一定会 必须 救命 你不想 úng